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才是真寻求真道的人 才是认识生灵做工的人 色手自具道理的人 都是被生灵的做工淘汰的人 身在每一个时期都要 开占星的工作 在每一个时期都在人中间 有心的开端 人若只守住耶和华是神 或耶稣是基督 这些竟在一个时日带 适应的真理 那人永远都不会跟上 生灵的做工 永远不会得到 生灵的做工 跟随着高扬的教宗 到最终的人 才能得到最终的祝福 不能跟随到路中 不能跟上生灵做工地 紧持守救工作的人 不仅没有做到对神中心 反而成了抵挡神的人 成了被信使带弃绝的人 成了被惩罚的人 这些人 这些人不是最可怜的人吗 那些厮守律法的人 都对律法忠心无望 他们越是这样对律法忠心 越是抵挡神的被逆着 因为现在是国度时代 不是律法时代 现在的工作 不能与遗忘的工作 相提并论 遗忘的工作 不能与今天的 工作相对比 神的工作变了 人的事情也改变了 不是持守律法 也不是被十字架 所以人对律法 与十字架的中心 并不能获得神的城市 寻了